下一個,現在應該是洪信要來分享他的Linux Odyssey 好,大家好,我是洪信,這是Ray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有兩個目標 一個是我們想要來設計一些比較趣味性的遊戲關卡 雖然說我們網站是以教學的內容為主 但其實我們一直,我們從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想要讓他是可以做出好玩的遊戲的 所以就邀請一些人我們來 試著開發一些比較有趣的關卡 那我們就想要來試著做一個call say的關卡 但是可惜呢,可惜呢就是 其實Linux Odyssey你要設定他的開發環境偏複雜 因為他需要在你的電腦上跑Docker 然後,而且問題是在於說 他在Windows跟Mac版本的Docker會有一點Bug 導致他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那時候在設定BM 然後最後還是踩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好,那下一個部分則是優化那個頁面的設計 OK,就如我們上午提到過的 我們這一次來主要就是希望優化我們UI 那除了先前洪信提到各位技術工作者提供的技術層面的支援之外 我們也很感謝Isaac Wesley和Hank以技術者的角度提供我們寶貴的實作 以及試玩回饋意見 那在這次試玩其中收穫最寶貴的經驗就是 我們常常忘記以最基礎最接地氣的使用者的角度去審視自己的產品 所以往往都會把使用者想得太過聰明 有一定的基礎從我們開發者的出發點去看我們的產品 所以往往忽略了使用者在完全不曉得我們產品的情況下 會有多麼的龐然、多麼的突兀 那接下來就再交給洪信 再繼續 OKOK 那就像我剛剛說到的 我們一開始進到遊戲就會如同這邊畫面所示 其實在沒有接觸過指令或者是不了解我們產品的人 會非常的龐然非常的覺得圖 這麼多畫面我應該要先看哪一個 那我又要在哪裡操作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收穫最大的地方就是說 由Hank提議的 我們要做一個新手引導 或者是由Wesley提議的做一個地靈關 讓使用者能夠先熟悉我們的產品熟悉我們的界面 再來學習Linux指令 對 好 然後我們的另外一個任務則是 我們想要來重新設計下我們的首頁 就我們那時候首頁其實說真的沒有做到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們有跟那個奇奇、Ruby、還有Char 一起來討論了一下我們的這個首頁要怎麼設計 然後有一些新的想法 首先像是 我再開一下給大家看 像是我們現在這邊 我們對於我們的功能這邊就是一個 一個icon給大家看 那說真的你進來我們的網站 你看完我們的說明之後 你其實不會想像的到時候 我們操作界面長那個樣子 所以說我們想要把它改成是讓使用者在看我們官網的時候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到底使用是什麼感覺 而且最好是把我們一些特色功能也呈現出來 所以有一些想法 一個比較簡單的是我們把今天早上頭影片上的我們剪了幾個影片 把那個影片放在上面 然後因為影片比較 它是選螢幕很大 所以我們很會是剪spotlight的方式去跳 跳出不同區塊之間的觀點性 然後更進階一點的話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實裝把那個 我們那個file graph 那個檔案數的component 就放在首頁上 然後做一個假的 看它動的那個樣子 就像是 有些什麼tailwind website 它就是會直接看那個 欸那個 你改了一個東西之後 那個東西怎麼跳出來 那這個就是比較後面可以去做的 然後也有學習到很多 做設計的時候 Figma 可以怎麼去找資源 怎麼去找icon 的東西 好 然後再來也有很多人分享一些 合作的機會 還有這個可以去報那個webconf OK 那 再一次宣傳 我們在8月3號 會在CourseCup有辦一場 那個工作坊 那歡迎大家 再來找我聊聊 好 那就這樣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紅信 還有他們的Linux Odyssey 那接下來的話是